眼镜蛇在褪皮的时候 竟然长出了双腿 慢慢地变成人形 用刚长出来的手 使劲撕扯着身上的蛇皮 只因腿部还没进化完整 它只能躺在地上 不停地挣扎扭动 逐渐褪去身上的每一寸蛇皮 随着眼珠颜色变成人类的眼睛 一个自在魅力的蛇女诞生了 这次褪变消耗了它太多的力气 为了补充能量 悄然偷走一颗鳄鱼蛋 一眨眼的功夫 就整个生吞了下去 吃饱喝足后 她来到河边 从树上顺走别人的衣服 然后潜入水中一通操作 满身泥泞的她 再出来时 就已经是沉鱼落雁的美女了 而她就是印度众人 供奉的蛇女神 原本她和丈夫 在森林里享受着二人世界 谁知道 一个患了癌症的老王 听说蛇女神的蛇猪 可以治愈癌症 她便雇了几个人去抓蛇 可是他们害怕蛇女神 不敢下手 老王一怒之下 直接用铁钩逮住了一个 可慌乱间 她抓错了 竟然抓到了蛇女神的丈夫 没办法 老王只能把她关进玻璃箱内 连上电线 她想利用这条公蛇 来引诱蛇女神 但她没想到的是 失去丈夫的蛇女 已经变化成人形 她寻着丈夫的气味 来到城市 这里正在举行狂欢 听着这欺人心脾的曲子 蛇女神竟然也不由自主地 扭动起妖娇的舞姿 吸引到两个猥琐男的关注 他们蒙住蛇女神 然后把她拖进室内 两个男人 看着也没啥大的出息 露出邪恶的表情 蛇女神不懂得她们的意思 也没奋起反抗 只是恐惧地接受着这一切 她们开始变本加厉 动作越来越粗鲁 这可把蛇女神给惹怒了 她双手抱头 捂住耳朵 企图克制自己 她们看到女人脆弱的模样 心里越发兴奋 继而发出变态的笑声 可下一刻 其中一个夯货 瞅见了让她后悔一生的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